也会让它向下的压力没那么大 这一点要留意 另外一些股可以去看看 经济复苏股、航运股 今天整体的表现也继续向好 资源类股份、钢铁类股份 A股来说今天做得挺好的 港股重降,今天也做得有6%的升幅 铝业股也有得不错的表现 除了这一类之外,今天的金股也不错 之前是试过1,800这些水平 今天也穿过1,800这些 之前做过一个顶位 所以令到今天的金股很明显就一堆 这个可以留意 另外短期有什么可以看的呢 就是继续经济复苏概念 因为今天公布的进出口数据 其实相对上是挺强的 挺英俊的 以及子业类股 其实也是9指 取消之前的优惠 令到价格回复了 所以子业股也有一个明显的升势 今天9指升了1成 李文也不差 也在升8% 短期有机会 继续流入 经济复苏概念的股 这些股是可以留意的 黄期评论 3分钟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0分钟 3分钟 1分钟 0分钟 1分钟 2分钟 2分钟 1分钟 2分钟 都看不见 2分钟 5分钟 都看不见 6分钟 感谢观看